学里虎爷公益救难协会 三年前开始针对学校的弱势学生 来发放奖助学金 今年将爱心扩大到了 渔池积极及信义 造福四乡镇超过50位的学生 希望鼓励这些偏乡学校的弱势学生 在大家的关心祝福之下 努力用功读书 未来也能够造福社会 学里虎爷公益救难协会第3镇 发放奖助学金的乡镇 来到了积极镇 透过积极整个所以及代表会 和各校校长的持组 将奖助学金顺利来放放给有需要的学生 由于我们随里虎爷公益救难协会的高正宜理事长 非常关心地方上的这些比较贫苦的家庭的小朋友 所以特别他也筹筹了经费来发放这些奖助学金 希望以有限的资源给小朋友最大的鼓励 那每年都会来我们集集这边 针对表现优良 而且有需要的同学颁发这样子的奖助学金 那希望可以给他们在学业上或体育上有所鼓励 那也期许他们在日后到社会里面有所成就的时候 也可以再回馈他们的爱心 让这样的爱一代一代传下去 虽然一位学生2000块的奖学金不算多 那却是水里虎爷公益救难协会 对这些都是家庭学生的关心鼓励 那校方以及参与的两位议员都感到很贴心 学类基金会还跨区来到我们积极镇 来颁发这个奖助学金给我们小朋友 那真的是非常难得 那也希望他我们基金会能持续的来协助我们学子 不只是说是发放水里学区的学校 他还普及到与此 积极还有新与的学区的每一所学校 那所有办法的对象总共有158位同学 四个乡镇总共发放了31万多 希望奖助学金的颁发能够来鼓励我们在地的比较弱势的小孩子 能够让他们能够有积极向上的信心跟决心 今年由学弟虎爷公益救难协会发放的奖助学金 扩大到四个乡镇 也看到了地方社团照顾弱势 却剩下部分区域的爱心与用心 感谢观看